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IG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又会看到小琪其实是因为在上一次小琪带我们去那一间恐怖的房子探险完之后 其实蛮多观众很喜欢小琪 那因为小琪其实本身她自己对于一些这种恐怖的东西还有灵异的东西也很有兴趣 所以她其实平常也都是会去做一些调查这样子 那今天来的这一间房子其实她已经是废弃至少将近快30年的古宅了 那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当时我们透过脸书在聊天的时候就有听小琪说 这个地方她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住在这一栋房子的人 在一年内连续有三个人同时往生 接二连三这样子 那小琪你要不要跟观众讲一下就是因为当时你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然后她这边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传闻 她这里因为那时候一家三四个人都住在这边 然后一年内走掉了三个人 所以时候他们就不在这边住了 下一代的人就不在这边住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请一些什么法师处理这样子 因为她这个是他们营业周储 算是那种周储这样子 对了解 所以后来就荒废到现在了 对对对荒废了24年 了解 嗯 鬼哥 像这样子一间房子 其实接二连三有人往生 在新闻媒体其实也都有听过这样子比较诡异的传闻 那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存在吗 没错 一般乡下人比较传统的话 他们如果遇到同一间房子 或同一个家族 里面如果同时有超过两个人往生的话 他们就会认为这个房子可能出了事情 或者是祖坟出了事情 可能有的会请法师做所谓的祭三煞 那有的如果不会的话 他们就会选择这个祖先啊移走 然后搬去新帝王住 对于向下的人来说 这样子的房子就是已经不太起立了 或者是家族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等于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的算是一个蛮诡异的房子 就是它的气场跟磁场有办法在一年内 让一个家族里面连续三个人都这样子往生在这一个屋子里面 其实这个地方的阴气也算是比较重的 那加上它这边其实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所以它废弃了之后其实一些年轻人他们也不可能又回来翻新继续居住 所以就导致这边就荒废这么久 那小琪待会就麻烦你带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这样 好 好 现在我们准备要带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房子 那究竟为什么这一个房子可以在一年内带走三个人 其实一直有听说这样子的故事 但是却没有看过这样的房子 看起来就知道这个废弃很久了 东西都已经变这样了 然后刚才小琪有跟大家说 就是它废弃的年份 我们可以在这个日历上面就有一些蛛丝马迹 1995 而且它日历这边的最后一张 算是非常不好 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煞 这边每一天都有煞 刚好这几天全部都是有煞的 然后这张日历还留在这里 基本上每天都有不移的事情 每天都有煞 只是每天不移的事情 充饭的事情不一样 了解 它有一个时钟 小琪它旁边那一间是房间嘛 房间 进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地上这边全部都是一些杂物 然后还有一些衣服 甚至在它旁边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早期的那种播放带 感觉应该是那种收入音机在用的东西 这窗户都已经很老旧 然后这一台应该是蛮早期的那种冷气 这一种一般 比较少见 应该是说基本上是看不太 看不太到 走过来看一下 诶 这边有一张照片 好像是当时的屋主 还是他们的后背留下来的 小琪那时候来也有看到照片吗 有 你看它这里放两张床 因为它这一间的空间算是比较大 我是在想这里应该算是有点 足卧室的感觉 这床相当老旧 而且这边还放了一个乐器 然后旁边这里还掉了一些皮带 它这个衣橱里面怎么有一些红布 鬼哥它这个衣橱放红布有什么含义吗 不知道 有镜子先把它稍微关起来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它这边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梳妆台 重点是它还用一个布把它盖起来 不要先 好 小琪那时候来的时候 它就是盖着了吗 嗯 应该是没电了 嗯 没有 梳子 梳子 过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我们刚才 放在这里 一些防纹液 还蛮早期的一个柜子 小琪 你那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 差不多 下午 下午的时候 嗯 嗯 你们小心哦 这一间 感觉很像是那种储藏室 旁边很多酒瓶 这种木头制的柜子 其实现在也比较少见 之前在那个 某一个废弃的地点 也有看过一样的 都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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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柯哥像你这样子 对 我们这样稍微走了两间房间 你有感觉到它这边 格局有什么问题吗 欸 应该是现在目前是走一间 还有一间房间 在它的旁边 喔 旁边还有一间房间 了解 嗯 这是它的浴室耶 天啊 这种浴室 基本上看不太到 不知道为什么它上面这边 有一个 网状的东西 站在这个地方 我是没有办法整个人站直 这边就是 之前可能 煮饭的地方 最近才是这个房子 是有床头柜的 你有没有感应到说 这个房子里面 确实是还有这些东西存在的 有 有三个 还有另外 有两个 像现在这里就做一个 这边喔 好 好 第二点 再 definite